我曾經想過 當年我怎麼樣怎麼樣 我想過這個問題啊 我覺得我一定 然後結婚了也離婚了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在年輕的時候 你不是很了解自己 然後你覺得為什麼你要中國去 譬如說是因為身邊的人都這麼做 所以大家都出國的 我會不會也 對 那好像我也想不到別的事情 那我就不如跟著大家做一樣的事情 比較安全嘛 對 那可是當你了解自己的個性之後 我發現我在 其實我如果到國外去讀書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過那樣的日子 是一個人 然後 應該很快就結婚了 對 很可能就 你交男朋友然後就結婚 然後結婚之後一定會離婚 為什麼說一定會離婚啊 因為我不會喜歡 就是會喜歡那樣的一個生活 在那個年紀裡面 我覺得我還什麼都沒有看到過 可是因為那樣的環境 會讓你忍不住的早早的就結婚 像我後來去加拿大 是我結婚了以後 有小孩 對 有小孩 然後我的年紀也比較大 對 然後我的穩定性比較好 我覺得 其實你也沒有很早結婚耶 對不對 欸 在那個時候是晚婚耶 嗯 那時候三、四歲結婚算晚婚 也沒有算很早結婚 對對對 我沒有 我覺得我不適合找婚 所以我說如果說要去國外的話 你受不了那麼呼吸的生活 你可能就結婚了 但是我不適合找婚 我覺得我這個世界都還沒有看過 然後又到了一個那麼寂寞 那麼孤獨的地方 我覺得我可能會受不了 所以你看 我估計是只是這樣 你估計都沒想像的到 欸 如果你走那一條路 大概四十會 我那時候講過一句話 當你人生走到岔路的時候 也是有兩個選擇 每個人人生全部有兩條路 你走到岔路的時候 你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哪個選擇才是對的呢? 哪個選擇哪個是對的呢? 其實答案都是 兩個答案都是對的 其實你做任何一個選擇 你都會有一個不一樣的結果 跟你過程中學習到的地方 對 這個真的我覺得 這塊講真的很好 對 所以我覺得 不用去擔心 你做的哪一個選擇是比較正確的 或是你做的哪個選擇是錯誤的 就勇敢的去走就好